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柜门刚开,溺水事件传出,台中市丰原居一名九旬黄兴老翁昨日下午独自到菜园种菜,整夜未归,家属今日一早到菜园寻人,发现老翁不慎跌落菜园旁的灌溉沟渠,已死多时,确切死因已报请检察官香艳离青。 丰原警方指出,今日上午接获消防局转报,丰原区合作街76巷内的灌溉沟渠,由老人落水溺壁。 警方调查,91岁黄姓老翁,身上无明显外伤,该处水深及稀,约30公分左右。 老翁家属指出,死者育有三子,平时轮住三家,意外发生前住在次子家。 老翁媳妇向警方表示,公公十一日下午出门,晚上未归,以为公公去大伯或小叔家过夜,隔天一早他打给两位周理,财动员寻人,家属跑到菜园找人,看到老翁趴在沟渠失去生命迹象,赶紧报警求助。 家属指称,老翁身体还算硬朗,生活可自理,平日突不倒住家附近菜园种菜间运动。 警方研判,老翁应是取水灌溉时,不慎十足脸部朝下溺壁,加上菜园为路面下方,路旁有设置护栏,不易察觉。 老翁在进沟渠没人发现,直到隔天早上才被家属发现,确切死因已报请检察官香艳离青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